随着树林交流道的通车 虽疏解三峡地区上交流道的拥塞车潮 但交流道附近的树林东原里 与南原社区的居民却向立法委员苏巧回程情 交流道旁的101项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 整个社区的居民若要前往三峡 只能经由101项绕行高速公路寒冬 或由原本就狭窄的145项绕行加原路前往三峡 非常不方便 居民要求在145项口开通路口 让民众直接左转前往三峡 旧社区的居民的行车安全 因为你要载小孩上课 有的没有 你看你刚才看的大车一直出路 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分散了 是不是车流量就会分散一半掉 这样子对周遭的行车安全 是不是比较不危险 树林交流道才刚开通 却屡遭当地民众抱怨 新北市议员陈世荣也为此接到许多民众 陈勤电话要求改善 那就是这样子在引起迷恋 有功劳也变无功劳 对不对 本来百姓要拍拍手的 结果现在都到处骂 像早上我就胡处接到好几通抱怨的电话 为了解决东原理于南原社区民众出入问题 立法委员苏巧会邀及新北市议员陈世荣 新北市交通局养工处与树林区公所共同会刊 决议在社区另一边的通道 加圆路145巷口拆除分隔岛 增设入口方便民众直接左转前往三峡 立法委员苏巧会也明确指示 道路路口的设置要在两周内完成 今天会刊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够明确的在14天之内 不但把树迁移走工程也要能够完工 务必希望在地的居民在过年之前能够有便利的交通 树林区公所金建客则承诺一路树 在由新北市交通局养工处拆除分隔岛 并配合增设路口 还给甘园地区民众行的方便 说一天空新闻树林报道